郭先生 政府已預計了15年 1月4日之前已預計了要開放 但配號還未完成 您對這方面有什麼啟發呢 我們村民都很支持開放禁區 因為我們已經封閉了幾十年 就很不方便 因為裡面有很多土地 如果開放出來 被市民進去逛逛 我們有很多旅遊點 其實我們有定時規規 還有我們宗泉 仍然適當了很多旅遊點 所以我們都不允對他們開放禁區 因為現在政府說 16年1月4日開放 就什麼配套 一些配套都沒有做成 他就說匆匆忙忙開放 所以我們一直都有跟進政府 如何開放 和阿村長和私立人一起跟他們聊 看直接商量如何開放 當時他答應我們 我連阿村校的祖墳附近有一個吉奇 他就說找你做巴士站 做這件事 做背套 有私人 有組堂 都願意給他們做巴士站 你因為做公益 我們沒有分隊 只有公益 沒有所謂的 現在什麼都沒有進行 現在什麼都沒有進行 放草 大堆 因為現在到16年1月4日 時間不是那麼多 就是過多月 所以我們想來想去 和阿村那些想來想去 如何開放這麼匆忙 我們什麼都沒有做到 所以我們商量現在 認為那條路是很窄的 單程路來的 因為我都有駕車的 我駕車都很迷 因為它有幾個彎 真的分分鐘 即是八申以外都有 周時八申以外都有 若你開放下面的骨 即是由鄉原到我們阿村那些骨 就開放了 那裡 若有這麼多車上來 因為我們商量有危險性 就很高 即是我們感覺上很危險 而且不方便 對我們人生有影響很大 所以我們感覺上 就不知為何 就是這樣做 OK